車子都撞成廢鐵了 但是安全氣囊都沒有爆 有網友今年9月出車禍 車頭整個扭曲變形 但是車內7顆安全氣囊 一顆都沒有爆 維修技師表示 是因為沒有撞到點 而照片PO上網之後 也引發了兩派論戰 對此其他的專業技師研判 像這樣的情況 可能是安全氣囊的感知器 故障出了問題 國道3號嘉義 逐期路段中秋節前 聽雨事前不佳 接連發生21輛車 追撞事故 車庫現場撞得一片凌亂 其中這一輛紅色轎車 也慘遭追撞 車頭引擎蓋扭曲變形 保險桿也撞成S型波浪撞 車主PO文 當時時速780 前面貨車打滑 反應不及撞上 當場成了夾心餅乾 只是讓他不解的是 車子都撞成這樣了 車內7顆安全氣囊 竟然一顆也沒爆 維修技師表示 是沒撞到點 照片PO網 也引發網友論戰 有人笑說 氣囊裝是用的 立刻省下7顆氣囊的錢 不過有網友認為 安全氣囊沒爆 其實相對安全 還有人說車門能開 能動駕駛座也沒傷到 要是爆了 才真的要質疑 這台車的安全性 品質有問題 滿危險的 你引擎應該都全壞了 然後不擦那個氣囊的維修費 只是什麼原因 安全氣囊沒爆開 其他專業技師解答 可能就在安全氣囊的感知器 如果沒有撞到撞擊感知器 它的力道大有震盪 還是會引爆的 有可能是它的撞擊感知器 有故障 或者是感知器 它的接觸不良 到底哪個環節出了問題 恐怕還得經過徹底檢查 才能找到癥結點 即使也強調安全氣囊 只是輔助 並不能完全保證安全 民眾開車 還是得確實系好安全帶 才能在緊要關頭 救自己一命 街上世界台中 唱不到 又有店家掛起了紅布條 互助系民眾目光 這回是桃園中立的街頭 早午餐店老闆 掛著隔壁板娘 急征員工 而隔壁美髮店 則是掛上隔壁老闆 急征老婆 互相幫忙征人 也再度變成了有趣的街頭景象 又有錫金紅布條了 這間早午餐店掛了一面 隔壁板娘 急征員工 新優 而美髮店也掛出 同款布條回敬 不過不是要征員工 而是要征老婆 後面還加括號 備註 深優 網友特別拍下桃園中立 這掛布條 互相征人的有趣景象 也對深優兩個字 充滿好奇 深優兩字到底是什麼意思 引發民眾討論 而美髮店老闆也給出答案 身材要優一點點這樣 但這是隔壁老闆要求 對隔壁老闆要求 這個一定是他要求的 對 我們上一張布條是隔壁很危險 跟隔壁很好吃 因為也掛了三四年有了吧 所以我們就想說換一下 就給大家開心一下這樣子 兩個店家好交情 不只互相拉抬拼業績 如今還有去互相幫忙真人 成功吸引民眾目光引發話題 記住您就強調一報導 金馬影后 林青霞今天下午舉辦了新書發表會 林青霞近年來投入寫作 這是他的第四本著作 當主持人提及他現在的身份 是大明星還是作家的時候 他笑稱自己都不是 只是個喜歡寫文章的人 他也向影壇喊話 雖然自己沒有要重回演員的身份 但是有想挑戰 當編劇 歡迎林青霞 白鮮勇 一席素雅黑洋裝 出席自己的新書發表會 有東方不敗之稱的金馬影后 林青霞這次再次現身 要分享自己的寫作歷程 開開心心看這本書的時候 開開心心有一點小幽默 開自己的玩笑 講講生活的體驗 我也不是作家 我也不是大明星 我只是一個寫文章的寫作的人 這是林青霞著作的第四本書 連馬前總統夫人周美青也現身捧場 書中不只分享自己的生活趣事 更穿插不少年輕劇照 書中秀出她18歲的美照也引起熱烈討論 水汪汪的大眼秀立長髮被稱為台灣影壇第一美女 就連日美也挖出她昔日劇照 俏立短髮穿著一身學生制服 日本網友都為之驚艷 更有粉絲拿她的舊照套入美顏濾鏡 結果根本沒差別 不少人留言說圓照更美 而同時期也被稱為台灣影壇四大美女的胡音夢 周丹威 胡慧中林青霞合照也曝了光 網友狂讚真的太經典 如果有人找我寫劇本的話 我可以學習一下 學習學習 今日大明星這回以作家身份現身 用真實力再現影談話題 記得台北綜合報導 挑入台北市第三選區立委補選的民進黨參選人吳一農 近期被藍營追打黑道人頭黨員爭議 吳一農表示趙介佑是他開除的 還說趙介佑的父親趙映光被請出黨務 結果被趙映光反駁 吳一農上午也在發聲明澄清 卻在遭到對手王洪威的質疑 兩人說法沒喬好 誰在說謊吳一農應該對外交代 到底是哪一個人說謊 吳一農應該對外也做一個交代 緊咬對手陣營 黑道治國治黨 北市第三選區立委補選候選人王洪威開炮 就是因為吳一農說自己擔任是黨部主委時 開除涉及販毒和詐欺的趙介佑 而他的父親趙映光也是他任內請離市黨部的 沒想到馬上被打臉 趙映光三號發聲明表示 自己沒被吳一農請離市黨部 吳一農說法 好像他們父子共同犯罪 真的非常不好 那召信黨員犯案之後 我們臺北市黨部就啟動了程序 對他做了處分 對他做了開除 那當時他的家人也在黨部擔任一些黨職 那我所談的就是說 我不認為他的家屬應該繼續留在黨部 那最後他的家屬的確也離開了黨部 被藍一猛攻黑道人頭 黨員爭議 前一天吳一農先是動怒回嗆 晚上再發文 對前國策顧問黃成國的指控 演變成對整個民進黨不信任 呼籲民進黨中央儘快處理黃成國問題 各種意見都應該要好好的考量 好好的處理 薇農先生你敢不敢建議民進黨來開除黃成國呢 不過王鴻威恐怕也將面對相同爭議 國民黨籍的北市副議長葉林傳要在中山區幫忙輔選 就怕葉林傳黑道背景被拿出來做文章 葉副議長他在議員的期間 那麼不管他的問政也好啦 跟他的家族的背景沒有什麼關係 被視為台北市長延長賽的立委補選 藍綠在黑道話題先點燃戰火 江沛黃成國還報導 江沛黃成國還報導 江沛黃成國號 藍綠在城市人 二次 五次